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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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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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居屋可以賺錢,公屋是蝕水的 過往公屋是大多數,居屋是小部分的 但是97年之後就倒過來 所以令到這幾年的居屋大量生產的原因 樓市倒下去,政府為了托市 首屍就停了居屋 由於居屋的部分是最大的 所以現在成為一個政府 自己搬去石頭丟自己腳的一個這樣的結果 香港在金融風暴之後 房地產一缺不振 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包括停止賣地 都阻止不了樓市下滑 與此政府在三年前開始停售居屋 不過停售居屋引發連串問題 除了紅灣半島這類私人參見居屋 有四千多個單位要停售 房委會自己興建的居屋 全身未賣的都有一萬個 有些屋苑賣了部分單位都要停售 加上回購的,總共丟空兩萬幾個居屋單位 油塘是空置居屋的重災區 兩個屋苑總數有六千六百幾個單位 丟空近兩年,屋苑建在地鐵站上蓋,設備齊全 單是建築成本,每個單位就要四十萬 為數兩萬個房委會空置居屋單位 涉及的資金接近一百億 還未計算地價和行政開支 一方面房委會就在這裡慎窮 居民也是極力要求減租,也都是沒有結果 政府將居屋零在那裡吐,也不會出售 所以這點確實就很難令公眾接受 由房委會自己建的居屋,沒有契約限制 政府打算將部分轉為公屋出租,部分轉為紀律部隊宿舍 另外亦考慮改作履舍 但這些計劃仍然在討論階段 兩萬個居屋單位繼續空置 但差響、地稅、管理費、電費就如數支付 每年的所謂管理費的開支是五千七百萬 如果由2002年開始計算 到政府說要到2006年底之後 才考慮出售的話 都不知道會不會賣 那我的損失是相當大 如果粗略計算的話 如果連賣之前的翻新費用 是超過三億 照復堂做了水喉工程四十幾年 從未見過有這麼多樓雕空浪費 他說樓宇雕空幾年後遺症相當大 如果有人住 通常潮濕地打開槍吹空氣 他就不覺得快脆乾 如果不是的話 地板也好,冷氣機也好 都是一樣 如果你不停地放在那裡 露天地放在那裡 你想用的時候 開機也不能動 他說幾年後 這些冷氣機、升降機 如果沒有人打理 遲早暴銷 身外的水渠 因為長期沒有水 在太陽暴曬之下 會爆裂全部要整過 到時保養期過了 住客就要承擔龐大維修費用 香港有半數人口住在公營房屋 公屋令低收入家庭得到安居之所 相信公屋的發展 對香港今天的繁榮穩定 起了很大作用 1953年聖誕夜 石劫美木屋大火 五萬多人無家可貴 政府決定興建洗字大廈 安置災民 公屋政策 就由那時候展開 五十年代興建的最早期洗字大廈 今天仍然存在 為紀念公屋政策五十年 房委會特別在那裡搞了一個活動 公屋的誕生 帶一點是悲劇 帶一點是戲劇性的 Gigi是石劫美木屋大火的災民 當時只得幾歲 是第一批 歡賞石劫美洗字大廈的居民 在外面 我煮飯就在外面 那時候也很開心 因為煮飯大家聊天 我自己的洗澡房 在外面 甚麼都在外面 很麻煩 我都睡在地上 沒有空間 每個人都… 我們外宣威 我媽做個角仔 這裡就是一張床 這裡可以吃飯 一部電視 賣鬼 也不是這麼多東西 很多這樣的房屋 都以驚人的速度去建造 確是拍照速度驚人 黃大仙是其中一個 最早發展公屋的地區 由七層洗字大廈 發展到新型公屋 不過就在這些新型公屋 村沒有多遠 仍然有三四十間寮屋 是幾十年前搭建的 他們的存在 還早過第一批公屋 可伯住在這裡已經五十幾年 看著周圍陸續建了公屋 還是拆完又起 起完又拆好幾次 都還未輪到自己上樓 我在這裡住 大一個我申請電燈 一多五四年申請到電燈 從六二年開始 後開始說收 我都六二年拜了白鴨 六二年的白鴨 這樣就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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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水也是這四五年才有 樓上都是半扯開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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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把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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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柳陵太久 楼上住客又改装套房 以致天花漏水 石屎剝囊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椅子 整块掉下来 没几多人 刚刚的孩子在打电脑 他和楼上业主李伦 亦投诉过多个政府部门 但都没有结果 层楼太旧亦迈不去 政府又没有计划重建 自己又不符合资格申请公屋 现在政府有这么多空置的居屋 所以我希望可以换换换换换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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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不过政府说 没有想过将空置的居屋 给旧楼居民换 加快市区重建 有部分赔上有金马 可能期望着那些小业主 可以在市面买回一些丝楼 我們在整個房屋政策的方向 都是我們不想再次投入地產市場裏 所謂的遇民爭利 或者與私人物業市場裏有太多參與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想這個方向 房屋搞了50年 原住在住 原住在住 房屋政策經過50年來的收收改改 造成不少混亂 清拆重建 公屋付戶 租金中位數 停售居屋 以至收緊上樓資格 都引來很大反響 怨聲載道 這一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陽 仍要出席一個公屋居民大會 居民多年來求助無門的不滿 一下子傾瀉出來 到現在我們投訴了一年 從來沒有人去跟進 現在我們投訴到宣服長你面前 你都是說你沒辦法處理 那你叫我們還要去哪一個部門 到現在來說 為甚麼還要雙租 為甚麼還要去半租 行力賺錢是罪來的 要發格 要發格 那你呀 你好做呀 我們希望大家文化 我們不是跟你們為主 我為甚麼要跟你們相似一個 對話 所以 trzeba看到 酸酒機外賺牛市 我已經到手行 你和我 cust 你和我 did 我相信 我慢 大屋仲華有資助 公共政府幫我鎖 當年因為房屋政策改變 造成有人就沒有屋住 有屋就沒有人住 我想問蔡惠娜 你現在是房委會的委員 現在的情況是否已經不同了 政府在房委會裡面有一個指標 就是它所有公屋的單位裡面 是不能超過1.5%空置的 在這幾年我看到的數字 其實空置的情況都不到0.5% 可能是三四千個單位 三四千個單位不是說不讓人住 而是說配屋期間 有些人配屋未曾搬到上去住 所謂的不受歡迎單位是否已經不同了 不受歡迎單位 今天其實都好像挺受歡迎 是,很苦吧 變成大家都寧願上了樓 我想有些人不介意 有些人不介意 可能是住近垃圾房 有些人是不介意 可能那個單位曾經發生過 某些不愉快事件 不愉快事件 每一次當政府說 有一個不受歡迎單位的時候 有很多人申請 我再說回 即是大排長龍、公屋 其實是否反映了 我們現在的房屋 政策根本上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是的 其實大家要明白 如果私人市場的樓價 容許它遠超家庭的入息 那些家庭就沒有選擇了 要不就在私人市場租樓 要不然它就是一符合資格 當然首選就去排公屋的輪候策 現在變成是一種策略 就是趁我入息未增加 超標之前 我馬上才申請 甚至乎跟老闆說 可能用其他方法 不要加我薪金 令我不要超標 先上樓 上樓之後 你就可以超標 這種制度正正是令到 為何輪候策會不停地加長 而令到沒有解決的出路 政府經常都說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地起公屋 即是這個麵粉和麵包的問題 有甚麼辦法 其實從數據來看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譬如過去這段時間 你會見到私人房屋出售的土地 是能夠不僅達標 甚至是超標的 但是在公營房屋 最近的公布就說是落後 你會見到並不是土地供應的問題 相反我們一直都提出 其實大家看看 公營房屋的建造成本 是很多時 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出資興建 這才是 其實要看著財務承擔 來決定可以興建多少出租的公屋 這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艱難關口 特區政府經常都說 根本上真的不夠 我其實盲腸地也被人說過 然後我就是 隨便中間有一層我都會建的 事實上是否地真的不夠 我們過去那幾年的情況 就真的相當困難 我們有很多很小的盤 很嚴殘的盤 來到我們都要建的 其實一點都不合乎我的經濟效益 但困境就是 其實防委會是無權自己說要甚麼地 其實是看發展局給甚麼地 防委會 防委會就多硬殘 多難建的都要用 我覺得我們是需要多些土地的 這些土地我們希望 當然一邊也要多些市區的地方 譬如市區重建 我們常覺得市區重建之後 不只是建屍樓 有機會可以建一些公屋也好 下次回來 我們先看看買樓進行曲 接著會談一下 年輕子女置業困難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是輸家 我現在就很希望不想輸太多 就為了不要輸太多 就想快點 參加這個買樓遊戲 令自己快點 加積資本成為贏家 這個遊戲最大的一個贏家 就是一些量積的資產 透過投資買樓贏到最多錢的 就是大贏家 我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說好像停了 我不選擇繼續去買樓買地 玩這個遊戲 我希望用一些 我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方法 去贏我自己這個人生 我和Maylink都有一個共有目標 我們都希望可以置業 可以買樓的 亦都希望可以生到一至兩個小朋友 組織是一個家庭 整個目標來說 都是向前走 當然有時候可能走幾步 又退後一兩格 但是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正在向著中間走 我是施德萊 看房署的數字顯示 在元州村 近日的高空站率數字 是持續上升的 你好 我是黃姑娘 我想問一下 你教育局的份工作 你現在不是剛剛開始做的嗎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 你也打電話給我們 來吧 我們其實在一月份會結婚 一、二、三 辦一個婚禮會花很多錢 可能人生中真的計算 我想除了讀大學花得最多錢之外 就應該計算今次搞婚禮是花得最多錢 接下來我們再去搞住屋的問題 搞生小孩的問題 養育小孩的問題 又是另一筆我們要去計算的一筆投資 或者是一個計劃 有時候比較困惑 我們現在先存了一筆錢 但離婚結婚會用 結婚後我們又要再想 到底先生小孩還是先買房子 因為生小孩有一個時間限制 你不可以太遲刪 買房子還是生小孩 我剛才也跟阿朗說 其實這一刻我都很難做到一個決定 買房子對我們來說 好像是一個家庭的基礎 其實現在都沒有特別 其實現在是 一起建立了這個家庭 其實不是給自己的 可能是給下一代的 阿萊大學畢業之後 就做議員助理 做了四年 人工由初入職八千元 加到現在一萬元 再做下去 他都知道收入約莫都是差不多 這份工作 人工當然不是很高 但是因為自己喜歡做 現在二十多歲 未到三十 都作為一個可以是 做夢的階段 可以為自己的理想去沉默 但可能過了三十 或三十五之後 開始就要踏實一點 去現實一點 如果將來有小朋友 更加要為一個很實際的身計 而考慮的時候 真的轉行不期 美琳以前也是做議員助理 後來轉了行做社工 每個月薪金接近一萬五千元 省錢都從小節開始 包括大飯 未說結婚之前 其實我是從來都不帶飯 餐餐都是出去吃的 但是真的計算一條數 一個月其實 用線的費用真的很貴 所以我現在一個星期 都會有三至四天都會帶飯 起碼都 起碼都省五百元一個月 這裏給我感覺到一個城堡 這裏給我感覺到一個城堡 就是貴了一個地步 根本就是不知怎樣去打算 也都不敢去打算 可能窮一身精力去追一層樓 未必追到 就算被你追到也好 那那個生活是不是我想呢 阿勤大學畢業十年 做過區議員 讀完一個碩士課程 現在又攻讀另一個哲學食事 他覺得應該趁著年輕 及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立法會最大的權 就是批錢 我選擇希望可以年輕的時候 即未必累積自己的財富 希望可以累積多點自己的工作經驗 或者一些知識 希望可以將來幫助到自己的發展 那我自己讀書要交學費 用的錢其實對於我來說不少 差不多用十幾二十萬都要 那反過來你說如果我不讀書的話 即是自己再去儲回一些錢的話 可能按這個正路玩這個遊戲 其實可能都可以玩的 不是自己的家庭 那都盡量可以免側免的家具 譬如我梳化 其他家具 櫃子 櫃子 我都沒有買的 那另外電視的話就用電腦看 阿勤年初搬出來自己住 這裡月租要六千元 學費又要四千元 以他每個月平均萬四元的收入 要應付這麼多的開支 只是僅僅足 在下年年初 我想相比現在的收入會減低一點 所以其實現在就算儲到錢也好 也不是用來儲來為自己規劃些什麼 而是儲來應付這幾個月眼前的生活需要 畢業我十年 第一個十年其實選擇就是可能 做一些自己覺得有興趣有意義的工作 那究竟人生第二個十年 畢業之後第三個十年會怎樣 是否可以買到樓呢 其實會有這樣的希望 因為樓對於現在一個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是重要的 無論在生活上面好 或者社會階級流動好 或者你對於累積資產好 但是這個目標 是否我預期可以達到呢 其實我現在真是毫無頭緒 有些什麼錢 我們每個月緊要花的 管理費 六百五十元 水費 就一百元左右 我自己呢 每季要還學費還四千二 我們兩個NPF加起來 NPF一千二百五十元 再加我一千三元保險那些 還有買基金 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元 一萬二千六百五 我們只剩下這一萬元 彈起來 少少啦 我當首期呢 都要給三成的嘛 如果二百萬 一二三四五 對 二百萬的樓 給三成 按揭 的話 要儲六十萬 六十萬 我要多少年時間 儲好呢 五千元 即是要十年時間 才可以數到收期 真的要數十年 到時候的樓 會不會不止二百萬 到時候我們想買那些 變成三百萬 那你就不斷地在追 收貼啦 對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我也是你主持的 我也是你主持的 我也是我主持的 今天呢 是我們第二次 開欺貝姐妹會 上頭 對 即是做什麼的 開始計劃 結婚的時候 都會覺得 買房子 結婚 生仔 是 這三個的確是 還還緊扣的 我沒有想著買房子 雖然我爸媽會常常叫我說 我給你手期 你自己供 我說 我用我半份人工 或者四份三份人工 去供一層樓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不值的 樓價不向是貴的 由九七年到現在也是貴的 但問題是 人工是更加低 青少年 即我們這班 是很沒有保障的 上班 可能都是簽一年合約 到年尾 你又要再想想 還能否續到約 但如果續不到約的話 你再找多一份 要去找工作 那你沒有保障之下 你怎樣叫年輕人去 想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去買房子 其實走過來 不過很近 你們都可以 兩個都是很近 都可以 寫六百多尺 實際可能沒辦法 真的可以先去看看 如果你喜歡高層 然後開完景觀 我想這個單位可以適合你 會否短久有BB 兩、三年後 兩、三年後 就算了 你可以把兩間房子打通到單位 月供25年、30年 月供多少錢 四千九百多 現在年輕人 真的工長一點 30年 到你可能到時 已經跟經濟談的過程 真的想多些 就是 是不是要20年 可不可以想到 拖長一點 25年、30年 可能我們住10年、8年之後 可能已經換第二層樓 可能到時 那個壓力沒有那麼大 就 可能 可以把資源放在 多一點 在小朋友上面 就不用 好像全部都 只是在樓上 通常就數字小一點 但是一入門口 就是一個廳 阿萊和美琳 每個月收入加起來有25000元 剛剛過了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 所以他們要買樓 唯有選擇私人樓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 30至34歲的個人入息中位數 由03年SARS開始去到去年 都維持在12000元的水平 但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 就由03年的61.5元 升到去年的120元 升幅接近一倍 升幅接近一倍 現在開了188元 現在是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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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樓的就是9隻高 很光亮 很光亮 看著水平燈 很厲害 這個水平燈 真的很厲害 其實看得很開心 之前我們計算完數 之後就覺得 好像買樓很遙遠 但是現在其實看看 都有一個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肯不肯取捨一些 可以不介意遠一點 未必是我們現在 本身住在市區中心的地方 都有選擇 對 因為這間店是205元 因為這間店的價格 最基本的租金 要8000元 沒有裝修的都要7500元以上 是 這樣的價格 無論什麼賺收都好 真的有一個首期 就是公樓和租樓 對 看了幾個款 其實全部都是20年樓齡以上的 去對比 覺得現在的發展商正在建的樓 不是用家的角度出發 它是逼你去做多些消費 無論是會所也好 或者是其他配套設施也好 你問我 我給你連結 我覺得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一個 一個關掉了動大門之後 室內的環境 事事正正 光晚實用 通風好 就是我們想要的地方 現在的電視全都掛牆 而且它用的梳化很巧妙 因為它的樓盤很窄 所以它的深度很淺 你看到廳就變大了 因為我一直都有看樓市的情況 就知道這些市區的單凍的新樓 大概是五千、六千、七千元左右 一呎 如果說出來 都要三、四百萬 我也覺得很嘩然 我覺得這個樓市是瘋狂的 經歷了SARS之後 我覺得對樓市的信心比較低 打算是年輕 也想有流動性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搬去哪裏就搬去哪裏 最初出來找工作 當時剛剛科網股爆破 有時學位出來 都只有九千元月薪 但也不要緊 我覺得可以捱得到 然後租了一間四千元 就是用一半的工資租了一間房子 之後環境好些 有加工資、升職 但是搬去另一間房子 就住好些 但是那個租金就真是幾級跳 業主會經常看著市價 然後看下何時可以捱得多些錢 其實很不穩定 變成搬來搬去 可能是因為要就著工作 可能因為是價錢的問題 就經常走爛 有這種感覺 心都很不安定 譚惠雲 98年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工作 沒想過要在這裡置業 不過業主不停地加租 加上去年大病了一場 令他決定要安頓下來買樓置業 今年年初 家人幫他給了首期 正式成為業主 當時買了房子的第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 哇 即是很大單 這單買賣 幾百萬 我沒見過一張本票是幾百萬 即是你真的覺得 好啊 即是不懂說 為何可以 即是這個東西這麼值錢 其實我以前很不屑的人 滿口 就是經常說炒樓 樓價 赤價 即是覺得炒樓 是那個 滾動錢財的方法 但我現在就變成了 立志要做包租婆 這個就是我的志向 因為我覺得 遊戲就是這樣玩 你如果不這樣玩 這個遊戲 其實你便生存不了 下一步就是 要快點儲錢 儲第二首期 然後做包租婆 現在今天更好順便 我會不會太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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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吃 你們看有沒有去買樓 就結婚了 今天呢 去看沙田 看葵芳 這麼軟的 現在呢 就算看沙田 葵芳 那些都要一百八十幾萬 二百萬 你供得起嗎 一個要供牧 先 兩個 兩個幫忙 一起供 減低樓 這陣子的樓 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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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學生買不到 普通這些打工仔的 要供很辛苦 供得到樓 供不起仔 供仔就供不到樓 兩期難 只有算一樣 唯有呢 我們 就是 老人家幫一下手 看看爸爸幫一下 可不可以幫補 手期啊 或者是怎樣 那我呢 就 他們真的 一個不小心 生兒子 就幫他們走 未來 未來挑戰 不是買樓那麼簡單 是買完樓 綁死了你 你還要綁 你有子女的時間 你怎樣去處理 到來 來到今天為止 暫時我和美玲 做個決定 暫時住在這裏 其實就是 美玲 他的家 暫時和他 哥哥 始終是 美玲 爸爸媽媽 留下的 物業 已經不需要再供款了 變成 可以多一點空間 給我們 儲錢 我想我和阿樂 最終 都是靠上一代 就算是 阿樂的爸爸媽媽 沒有出手 都好 其實我們 都是靠我爸爸媽媽出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 我父母留下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禮物 就是我覺得 是一個 好像 新婆相傳的感覺 Tharles 我知道你2015年去過荷蘭取經 有甚麼可以適合 給年輕人多一條想法出路 其實我們在荷蘭裏面 看到荷蘭人和政府 都十分重視他們的住屋權 他們覺得住屋是他們的基本人權 所以荷蘭的傳統 是大量輕建很多社會的房屋 給家庭和青年人士居住 同時間 雖然他們現在面對住屋的需要非常緊張 以及供應不足的問題 但他們不像鄉一樣 是實施一些扣分的制度 用年齡去劃分不同人士的需要 相反 他們一事同仁 去對待青年人的住屋需要 以及家庭人的需要 另外 因為在一個供應非常不足的問題 他們嘗試運用一些創新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他們就是用一些改裝的貨櫃 改裝了 令他們防水或防流 以及隔音、隔熱等等 令他們可以提供一些適切的過度性房屋 給青年人居住 另外 他們在我手上的貨櫃屋 他們就在阿穆斯特丹的東南邊 在一個市居重建的地皮 因為社會房企發現了 有些地皮其實是空置了 暫時未有一個新的計劃 所以暫時拿了這個地 用貨櫃屋的形式 去提供臨時房屋給青年人 大概這個屋邨有七、八個貨櫃屋的單位 我們回到香港的時候想想 究竟香港可否嘗試用一些新的方法 利用貨櫃或其他組合的形式 提供一些臨時性的房屋給有需要的人 令到其實房委會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時間 將來可以提供多一些公屋給一些家庭 因為如果沒有角度性房屋 大家都可能擠進去租住一些劏房 住得很差 沒有其他選擇 這件事會否是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是用創新的手法去滿足他們的需要 我想問姚聰議員 香港很熱的 跟荷蘭比不可以比 但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走得通 你覺得貨櫃屋這件事 其實技術上完全可行的 雖然你說香港很熱 荷蘭沒有那麼熱 但是荷蘭很冷的 下雪的 所以其實在隔熱功能上 其實兩個地方都需要去處理 反而大家應該 如果年紀不輕的都應該知道 其實香港以前有臨屋區 是 其實臨時房屋本來就是一些類似 升鐵 是 搭建物來的 但是所以現時的困難在哪裡 其實就是政府的政策 因為政府其實在97前 用了很大力度去 終止了臨屋政策 現在你默默然要叫他重啟臨屋政策 其實對他來說 其實是說自己的政策 是失敗 所以其實我也看到現在有社福界 開始用那個名稱 都不叫臨屋的了 就叫做過度性房屋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需要 將兩件事看成是同一件事 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香港本來就已經是曾經 是大規模政府興建的臨時房屋區 其實是本來就技術上都是可行的 現在就是第一 他們不想重啟這個政策 而第二就是 他們經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快地都在 不如建永久房屋 為什麼要建臨時房屋 這個就變了他們是想不通的邏輯 我想我們是需要幫政府 就擦場鬆綁 下一集我們會了解一下 樓價為什麼比天高 又會看看 這樣面對想安居的人 究竟有什麼衝擊 再見 對想 отлич 我們是想要買哪些 所以說要買哪些 因為我們是想要買哪些 能買哪些 可以買哪些 就是和我們 就是 我們想要買哪些